中共中央政治学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4号至26号来到四川地震灾区 考察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探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 温家宝强调 灾后恢复重建是今年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也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恢复重建工作正处在攻坚阶段 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 努力推进各项工作 夺取灾后恢复重建的全面胜利 北川县城在地震中被夷为屏蔽 再造一个新北川是总理阴阴的期望 在新县城建设工地温家宝说 北川的重建全国关注世界也关注 它代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 历经磨难而不倒不垮的民族精神 它不是一般的恢复重建 温家宝要求大家要高标准严要求 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不仅让北川人民满意 也让全国人民满意 让世界刮目相看 在安居屋建设工地 温家宝对正在施工的工人说 你们承担的是安居工程的建设 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我们一定要把安居工程建设成一个安全的工程 人民安居乐业的工程 悬口中学在地震中遭到了严重毁坏 它已成为一个标志性场所 温家宝来到这里 向遇难的师生们献上菊花 温家宝叮嘱建设者们 国家对应秀的重建进行了周密的规划 大家一定要把安全质量败在第一位 每一柱梁 每一根钢筋 每一个螺丝都要一丝不苟的安装好 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考察中温家宝特意提出到革命老区和贫困山区的青川 尤其是要到受灾最重的东河口村看看重建情况 他叮嘱当地干部 像东河口村这样的困难群众 要作为重点帮扶对象 要派干部进村 一件事一件事进决 温家宝始终关注北川中学的重建 考察中他再次来到这里 温家宝对大家说 你们在灾难中失去的最宝贵的是亲人 你们在灾难中得到的最宝贵的是不屈的精神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都是为了祖国的明天 我希望你们把经受的灾难变为巨大的力量 刻苦学习 努力奋斗 做一个与祖国 与人民 有用的人